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针对高雄高尔夫球场 在未续约状态下持续违规营业的问题 高雄公务局表示球场占用人被市府查获 违法的使用农药除草剂 因此因为该处是属于水源保护区 有可能会危害到市民饮用水的安全 加上公益性不足等多项的违约 对此公务局长杨清富表示 决定依法律的途径要求业者拆屋还地 那原来的高尔夫球场约60公顷的土地 未来会转型成一个结合修气生态永续 和防洪用途的公园来供民众使用 详细情形请听公务局长杨清富的说明 针对大家关心的高雄高屋球场的经营 目前它是服约的占用状况 那我们发现占用人之前 有用过农药跟除草剂 那这个部分是 这个地方又是位于水源保护区 我想是对市民的谈犬是有疑虑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实在是不宜当球场使用 那我们针对这60公顷的高屋球场 我们是预计 未来可能预计要做 所谓生态和修行方面的 违规到公园用途使用